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AS加B的絕值等於5 他算出來解釋起3或是起-2 就AB怎麼算 我一直在強調 因為這題目有絕值在 所以說把絕值拿掉的時候 可見AS加B會等於5 或者是AS加B等於多少-5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這一題喔 所以聽AS加B拿掉絕值之後等於5 或是AS加B拿掉絕值等於5-5 對吧 所以說我知道這兩個事實算出來答案是起 一個是3 一個是起-2 但是問題來了 是3代加起等於5 還是3代加起等於5 你確定嗎 不確定嘛 所以說這題基本上要分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 因為題目只有說這兩個事實算出來答案是3或是起-2 它並沒有告訴我說到底是哪個是3哪個是-2 所以第一種狀況把它帶進去 S用三代 3A加B等於5 那可見這邊S用-2代 -2A加B會等於5 這第一種狀況 還有第二種狀況 S用三代 帶進去 會得到3A加B等於5 S用-2代帶進去 會得到-2A加B會等於5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必須強調的觀念 正常來講 題目說這個決議值等於5 所以說把決議值拿掉 他可能等於5或多少 -5 所以說他們算出來答案是S是3或是起-2 但很抱歉 題目並沒有告訴我說這哪個事實算出來是3 哪個事實算出來是-2 所以說這時候分成兩種狀況 可見S用三代 這個事實算出來是3 S用-2代 對吧 行不行 所以說第一種狀況 S用三代 S用-2代 或是X用三代 X用-2代 行不行 要分成這兩種狀況討論 這樣行不行 之後打算把它抓起來 連力 箱解沒掉 5A等於幾 10 5A等於10 可見 老師就可以知道A是起-1 2 A12代下去 B就是起-1 所以第一組答案 老師可以知道 全部要求數對AB 把它寫成數對得性 所以說第一組答案 可見是起-2 -2 這樣行不行 2-1 這樣行不行 所以再把這邊連力 相解沒掉 相解是起-5A等於幾 -10 5A等於-10 可見A算是起-1 -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A算算就是起-2 A用-2代-6加B等於-5 可見B就是起-1 1 所以說另外一組答案 這個數對AB是起-2 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有幾個答案 有這兩個答案 好不好 OK 所以算是起-2-1 或者是起-2-1 OK把這邊看一下